秋天来了,除了衣服之外,也在巧咪咪的提醒我们可以买更多的鞋子了。 莫勒鞋,玛丽真鞋,乐福鞋,芭蕾舞鞋,款式多样,风格多扁,但是穿鞋则是有小窍门的,特别是对于小个子宝宝来说,鞋子要怎么选更显高条很重要,并且也不是所有的高跟鞋都会选腿长。 下面这张图就很明确的展示了这一点,今天,依旧用几个小个子的日本博主来取利,身高不到160,那些鞋子一定不能穿,而学会了选鞋子的技巧,即使不是高个子,即使是平底鞋也能穿出大长腿,平底鞋,不要以为只有高跟鞋才能显高。 鞋子没选对高跟鞋更显笨重,而平底鞋穿对了反而更显高条,同样是芭蕾舞款的平底鞋,穿起来舒适,搭配起来也很简单,选择裸色,米白色,卡其色等接近肤色的颜色会比穿黑色更显腿长鞋高。 小奈儿的拼色鞋很火,不只是因为优氧好看,重点是拼色的小心机,让你无形显高啊。 注意拼色鞋要选择鞋头其他色,鞋后面是裸色系,穿平底鞋的时候,鞋口是V口或者弧形的垮式,会比直线拼口的垮式能让脚背面积落入更多,鞋腿长效果更明显。 并且肩头平底鞋相对于圆头或者方头来说更显高,绑带鞋绑带鞋具有浪漫的法式风情,穿鞋子的时候搭配起来显得尤为好看。 但是,杂应仪,上涂这样款式的绑带鞋一定要顺重好吗? 绑带鞋的选择还是很重要的,绑带越复杂越显腿短,剪鞋的绑带款式又显腿长很多,同样的绑带鞋, 绑带越细越好,穿绑带鞋的时候,一样的矿式选择裸色系会不让你的绑带归于明显,去分割你的腿部线条,更显长。 一字带凉鞋一字带可是女明星们都正将穿多的显腿长显高鞋子,可是即使是一字带凉鞋同样需要注意,比如黑色的一字带相对于浅色系一字带来说,浅色系的更友好,一字带凉鞋的矿式有很多。 这种横带越多,脚背面积结构明显,越显腿短,一字带的选择同样是越细,越能降低鞋带的存在感,让脚背面积占据更大的空间。 一字带最能体现细致和柔美的高度是,八都是领你最好,基础高跟鞋高跟鞋作为小个子的秘密武器,当然不可缺少,那么怎么能更好去长不短呢? 高跟鞋选肩头最好,小肩头比起人头,方头视觉延伸效果最好最显腿长,有选色,裸色就是这种颜色,脚踝处旗带的将脚背截断,因此自然没有旗带的更显腿长。 还有就是这种很厚底的松高鞋,增高高度是真的,但是小个子宝宝穿上厚底松高鞋之后,较重头青看起来很不协调,不仅是绝上不显高还会显得笨重,不如一双简单的小高跟直接。 木勒鞋这几年,木勒鞋很是流行,路后脚跟的款式,也是很拉长双腿的,但是相对于这种厚厚的衣片是木勒鞋,包头的胰口或者胰口的款式更好。 这,种厚重的衣片是,不如一双鞋色的两片来得直接。 搭心木勒鞋穿了不跟脚,很多设计了前面带子底款,带子的位置越低越显腿长。 短靴修风测色的时候,就是短靴入场的时候了,酷酷的短靴经典又帅气。 短靴的长度选择很重要,最好在脚滑的位置最显长,千万不要选择小腿位置。 显腿出显腿短没水了,然后削痛的选择同样要注意,削痛越贴脚越显腿长,越宽松越显腿短。